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封建斗士 你参加各种活动出面有较多被人盯上是难免的 收场啊我听说学校对您意见很大 日本的大学管理非常严格你可得注意了 你得找到学业和革命两不误的路子 最近呢我正在筹办中国留日学生总会 而且我还打算跟一涵办一本叫民怡的杂志 作为留日总会的看护 受假音的启发民怡也反对和抵御原始开的专制政治 并希望通过评论和探讨时局灌输近世文明和促进民众决心 这让我确实耽误了不少科手 但是眼下革命形势正是激烈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选择 这样可不行 我的观点啊 学业也是革命的本件 既然进了这个门槛 就一定要把文凭拿到 要不然多可惜啊 其实 省上做得算是不错 上学年十一门课 他是考了七百三十六分吧 在他们政治经济学系一百零六名学生当中 也是排在前四十位 因为他没有读过预科 他直接进得本科 所以这个成绩 算是不错的 只是零等 惭愧 零等很不错啊 你底子好又肯吃苦 学业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遵守校规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狠人 革命和上学到底竖清竖楚 真的让我很难取舍 大热天的 你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边学习 说明你分得很清楚 在写什么呢 我和仲甫先生约好了辩论 我写了一篇 厌世心已自决心 批驳他的观点 您帮我看看 行啊 你这算是 真的跟仲甫叫上劲了 说说 首先我认为 仲甫先生提倡的那个 有国家不危险 无国家不为优的自决心 是一种悲观厌世误国的论调 何谓自决 自决就是改进国家精神 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 就不爱国了 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 就去厌恶 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 我赞同你这个观点 可是我觉得 仲甫的这个自决心呢 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听说他现在是足不出户 闷着头给中国找药方呢 你看着 没准哪一天呢 就真的能让他放出一个惊天炸雷来 其实我和仲甫先生面论 也是想逼他出手 我真的想看看他的葫芦里头 到底卖的是没有 好 那就这样 这篇文章呢 就发这一期的假营 明天就发牌 看看这个陈仲甫 揭不切手 好啊 实不相瞒 我是来避难 验刷厂的工人 已经堵到我家门口了 之前不是找到投资人了吗 找是找到了 之前那三位大洋 办手续 租房子 租机器 也剩不着几个钱呢 这 他你看偏偏偏这个时候 资方提出来要撤资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好说歹说的没有效果 只好四处去找钱 我是刮金佛面系搜求 没有任何收服 那现在还缺多少啊 创刊号 加上下月 两百大洋的月供 至少也得四百大洋 才能撑到下一期 你说我这个小书士 还要贴补假银 我无论如何我是拿不出来 如果下一期再找不到钱 我怕你这边杂志 也要夭折 你说这家里边 要是传下来一些 什么古文啊 字画什么的 那这关键的时候 也能硬上集啊 董哥 来 喝茶 谢谢 一会儿在家里吃饭啊 去门 麻烦你去跑一趟 去帮我把陈子寿 陈子佩两个兄弟请来 什么由头啊 你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快去 好 我知道了 现在三点半 四点钟 钱这事一定能解决 听我说 六条标准 第一条 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 所谓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好吧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也听不进去 那你来 帮我阎幕 你又干什么呀 我让你阎幕就阎幕 我要写字 快 我这字啊 是在流亡期间苦闷失恋的 歪七扭八 像是在喊冤 故自称苦体 不轻易 不轻易拿出去试人的 可是现在 这个 孟刘兄 为我 费心致辞 我也不能再 独善其身了 我都快火烧眉梦了 你还有闲心写字 你是想一出事一出呢 我不是说了吗 这钱的事我来管 你怎么还不信我呀 你呀 是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贵 这说着说着 我突然想起三年钱来 我 那时候你任安徽板位的秘书长 我带着大洋去见你 想谋得家乡的一个现场位置坐坐 当时你的一席话 让我觉醒 你说这年头 当官最高位 最短命的职业 那说完蛋就完蛋 你说你有钱 你还不如到上海去开一个书舍 一来呢 可以为家里 磨到一个安稳的生活 再一个呢 也可以为革命 集集一些资金 我当时听你的了 才有今天 我听你的了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救命的话 能忘吗 你说也对啊 当年那些贪官 死的子 这逃的逃啊 这真像是余国写的那部书 《悲惨世界》 幸得你这 悲惨世界的觉醒者啊 才能有我们 这唤起民众觉醒的杂志 这唤起民众觉醒的杂志 仲伯 紫盛 紫沛先生来了 请 孟作秀 孟作秀 仲伯兄 仲伯兄 孟作秀 那你们先聊啊 好 仲伯兄 怎么今天想起我们兄弟了 把我们叫过来 有什么吩咐 我记得上次我们相聚 紫寿兄说我小气 不给你们写字是吧 感情仲伯兄 让我们兄弟二人前来 是想秋后算账吧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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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请你们来 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 这是刚刚出炉的桌座 请二位小拿 可真是太好了啊 等等等等 没完呢 没完呢 我的字啊 他不能白写